9月12号对于大部分人来说就是个普通的日子 但是对于德云社的粉丝们来说 却是一个有着独特意义的日子 因为这一天是德云社的钢丝节 当年德云社经历了黑色八月停演风波 恢复演出后的第一天 定为钢丝节 来感谢粉丝们的不离不弃 每一年的钢丝节 德云社都会大张旗鼓的庆贺 小剧场有特别纪念专场 大剧场则由郭德纲领衔 举办众星云集的大规模纪念演出 然而一年一度的钢丝节 在2020年迎来了尴尬 在2020年元旦刚过之时 德云社就放出消息 声称要在钢丝节举办为期四天 共计六场演出的游轮狂欢 但是由于疫情原因最终没有落实 相信所有粉丝都能够理解这一决定 毕竟疫情当先健康为重 可是今年的9月12号 德云社没有进行钢丝节演出 不仅如此 全社上下也没有出来庆祝这件事 德云社在如此重要的日子 却如此安静 显然并不寻常 如果此时此刻还拿疫情说事 已经很难服众了 只要德云社小剧场能够正常演出 那么就具备纪念演出的条件 完全可以在现有演出阵容的基础上 精心编排不一样的节目 让观众感受到过节的气氛 特别是有队长李赫东坐镇的德云二队 孔云龙坐镇的三队 和高峰坐镇的天津德云社 都具备策划纪念演出的演员阵容和能力 但是节目单一如往常 看不出一点点纪念的意思 当然了 德云社拿得出手的角 都在深圳录制德云斗笑社第二季的最后一期 并于当晚举办了盛大的庆功宴 要在今天赶回北京 参与纪念演出 可能有一点难度 毕竟各地疫情状况不同 政策不同 可能存在隔离的问题 所以不能强求角儿们必须赶场参加 不过我认为最起码 拿出一点姿态来还是可以的 比如各队队长录制个视频 表达一下心意 完全不在话下 再退一步 即便剧场不举行任何形式的纪念演出 也可以在社交平台表达纪念之意 这是惯例 往年到了9月12号这一天 德云社的演员们或多或少 都会在微博上留下点痕迹 为何今年如此冷清 个人认为 今年的钢丝节 之所以遭受冷遇 与疫情关系不大 与角儿们的日程安排也没有特别大的冲突 唯一的理由就是与今年整顿粉丝文化的娱乐圈大环境有关 随着郑爽 吴亦凡 霍尊 张哲瀚和赵薇等娱乐明星的接连爆雷 一场整肃娱乐圈的大戏已经全面展开 德云社作为娱乐圈的一份子 自然不能幸免必须全力配合相关工作 站在观众的层面可能感受不到特别明显的变化 但是内部一定风起云涌 我们注意到 德云社各位演员的粉丝后援会已经悄悄改了名字 比如 月云鹏粉丝后援会已经改为月云鹏的饺子品 张赫伦的粉丝后援会已改为张赫伦的小娟们 张云雷的粉丝后援会已经改为张云雷的柠檬酸 孟赫糖的粉丝后援会已改为糖主的棒棒糖 其他小绝的后援会都大同小异 绝大部分已完成更名 这不是德云社的单方面行动 而是清朗行动的统一要求 既然连粉丝后援会的名字都不能再继续使用 那么以粉丝的名义搞相关的纪念活动和演出 显然也不合时宜 德云社绝不会在这个敏感时期做那个出头鸟 问题的关键在于 今年不再宣传钢丝节 明年能不能宣传 或者以后还能不能宣传 根据目前的大趋势判断 钢丝节这一称号 恐怕将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 仅停留于粉丝的口中 德云社官方很难再次提及 长此以往等同于名存实亡 钢丝节一个承载了无数德云社粉丝心愿和期盼的节日 也是一个精品不断新人辈出的舞台 堪称相声界的顶级殿堂 相声迷心中的圣碑却要在短短十余载后就烟消云散 实在令人唏嘻 如今郭德纲老师确实是很难 德云社的商业一直没有恢复 小剧场也只有一半在演出 营业收入大幅度减少 还有这么多徒弟要养活 郭德纲老师现在是有心无力 欠了粉丝好几场演出 什么省亲专场 2021年的开箱 钢丝节专场等 他比谁都着急 粉丝们也该理解德云社的难处 好饭不怕玩 还是耐心等待吧